這些五盤六色的七彩龜 在網上購物平台長期有得賣 網站寫明過永不退息 買得越多, 價錢越便宜 一隻最便宜只是十多元人民幣 買龜還送水箱和龜糧 有人被吸引買了 沒買之前, 看來龜龜相當活潑 不過買了回去後就留言 說龜龜不肯吃東西 也有人說龜死了 還要買一隻五盤六色的龜 在香港, 據說每屆一段時間 在甘如街附近的店舖都可以賣 還要賣五十元一隻 我們曾經向全民出售過 七彩龜的店舖查詢 有沒有五盤六色的龜買? 是否只有這些? 沒有五盤六色的龜 你只是死下才有的 店主和員工人人都問不答應 態度非常差 他們口口聲聲說沒有 希望真的沒有 不是偷偷地收賣 有人會被七彩繽紛的龜殼吸引 探話買它回家 有人會以為龜殼沒有感覺 其實游到五盤六色 對龜的傷害很大 首先在皮膚上 顏料不知道是否有毒 如果有一定的毒性的話 其實會慢慢積在它的乾腎上 它的殼是用來吸收太陽的紫外光 如果用顏料覆蓋它的時候 它製造不到維他命D再轉做鈣質 它就會缺蓋,有機會有代謝性骨病 那些油漆龜除了滑壳之外 還會滑在頭上 有機會遮住鼻孔 它是有機會窒息而死的 漆彩龜一定不可以賣 想養龜就要想清楚 千萬不要棄養 現時幾乎有水池的公園 都會發現龜的宗殖 別以為它們在石上曬太陽很炭 在水裡游泳很舒服 還有同伴一起很開心 其實通通都是假象 一踏入水池 他們的生命已經受到威脅 關注汽龜的團體 一直呼籲市民不要放生 但勸了十年,情況一直沒有改善 當中柴灣公園幾乎是放龜黑點 汽龜的品種最多 不同角落都看到被汽養的水龜 當中以巴西龜為主 另外還有草龜 在其中一個水池 我們還發現龜寶寶 其實龜寶寶 首先很多人以為它是在這裡出生 其實不是的 很大機會是市民買了龜寶寶回來 三分鐘熱度就放下水池 小龜在這裡會有什麼危機發生呢 除了會給魚吃之外 它們的同類都會互相殘殺 美其鳴放山,實質是遺棄 雖然水池附近已經張貼告示 勸喻市民不要放山 不過效果很明顯不大 我們巡查過不同的公園 包括元朗公園、荃灣德華街公園 保守估計 不同公園被遺棄的龜超過三百隻 全港公園加起來甚至過萬 不少汽龜的健康狀況都不太理想 在元朗公園我們發現了一隻龜 龜殼嚇嚴重變形 這隻巴西龜 其實基本上是我見過 數一數二的反隔問題非常嚴重 它的殼中間位是凹凹進去的 除了水位不足和營養不能導致 更有機會被一些物件窄過 因為殼缺鈣,不是正常的硬度 如果它一直在水池裡 它的殼變形,游泳不擅長 有機會內臟的負擔也很重 有機會是因為找不到食物 或者有其他病而死 被拯救的水池龜,存活率不足六成 檢查之後,部分被送去農莊 部分就要等待被收養 得得,是巴西龜 兩隻前掌已經沒有了 他幾年前被我們義工 發現在水池裡受傷 他當時兩隻手掌流血 我們馬上送他去看獸醫 結果要替他做手術,撤除手掌 我們懷疑在龜池裡 因為沒有食物,欠食物 他們會互相打架、殘殺 得得很不幸,被人咬斷了手掌 其實這種狀況是非常常見的 得得算是一個不幸之中的大幸 其實每天很多龜都被其他龜殘殺 甚至整個頭都沒有了 這隻巴西龜叫Buk Buk 去年年中被收養 當時龜殼爆裂,還流血了 直至現在還未完全康復 常見的氣龜還有鱷魚龜 外表相似之外 相比其他龜,性情凶猛 整天都口默默 這隻未成年都已經高到危險了 顧名思義,鱷魚龜 咬合力很高 可能主人怕他凶猛,所以氣養他 帶到水池的時候 不僅會咬傷其他龜 可能有時清潔工人 或者一些油人都會咬到 還有有機會放到野外 都會有生態災難的出現 過去十年,團體在有限資源下 拯救了六百多隻水池龜 不過每年領養的個案都不足十個 其實拯救水池龜的時候 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水池龜說的是一個池有幾百隻龜 第一個困難就是 怎樣可以把它拿上來 第二個困難就是幫他們看 他們的健康 希望他們全部健康 反而最大的困難是找靈養者 因為很多時候 靈養者未必會選擇靈養巴西龜 還有幾百隻巴西龜 怎樣可以這麼短時間找到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